我们经常听到有人抱怨 就说呀 我今天真不该出门 好 我本想去买衣服 这刚一出门 结果天空中飞一只鸟 好 这只鸟在我脑袋顶上拉一泡粪 掉我脑袋顶了 你说倒霉不倒霉 对吧 要不呢 就听到这下雨天啊 走在马路上啊 就是他走得好好的 结果呢 来一辆车 这个使劲压了一下这个水潭 结果就把这个水啊 给溅到他身上了 你说是不是很倒霉 像这种倒霉的事啊 我们平常生活中太多了 那好 今天长某呢 就给各位来讲一讲 如果通过手来看看你近期的运气 看近期运气啊 就不能只是看手蚊了 看手蚊和手型呢 往往是相对不变的 但是如果看近期呢 那你尽量看一下手的颜色 也就是俗称的气色 你看着人精神面貌 有时候也看他的气色 对吧 看他身上有没有病 也看他的气色 那同时看手也能够看气色 我们讲如果这手啊 一打开 他整体上呢 他是一种明润的 这种感觉就好 啊 什么叫明润 明就是一种打开之后光亮之相 润就是湿润 所以说这样的手总感觉有运气 但是相反 如果这人手太干枯 太粗糙 那就有可能 时刻会伴随着一些不顺 看手的颜色呀 一般什么时候看好呢 我们一般是上午时间 从卯时 太阳起来 到中午午时 这之间是可以的 你下午呢 他由于这个阳光啊 他由于暗了 或者说 他有一种邪照 会导致呢 你可能看不清楚 所以上午观气色是最好的 那什么颜色的气色 才算是极呢 其实就是我们平常生活中啊 所喜好那些颜色嘛 无非一看 这是红色 啊 或者发亮黄色 橙色 紫色 这都是好的 俗称紫气东来 一听这个 好吗 对吧 那相反 像黑色 发青的颜色 发乌的颜色 发灰的颜色 这叫主胸 往往啊 你看他平时这手啊 还是正常色呢 突然间今天一看 哎呦 手掌发红 没准就有喜事出现啊 那如果发黑发青 怎么办呢 那说明他身体可能 就告诉你个信号 有病了 但有些时候啊 我们一定得注意啊 你像有的人吧 他这手不见得 都发青或都发红 它是某些部位 比如说像指根部 啊 就是关节部 指根部这个位置 如果发现有黑的位置 那你一定要注意 很有可能 有一些交通意外 交通事故啊 如果你的名堂位 也就是手掌心 这中间这部位 出现这种赤红色 那就说明 你近期的财运会好 那有一天 你打开手 一看 上面白不次裂的 要么上面有一些 小白点 这种情况下说明 你可能近期 要么破财 要么离家呀 破财我们都知道 那可能就是投资失败 或者被朋友借了 借了不还 那什么叫离家呢 那就是婚姻 或者感情有挫折了 有些人呢 他的手啊 经常会出现那个成语 青黄不接 如果他的整体这手啊 特别明显发青 也就是说青的成分 大于其他的颜色 你要注意 这个人呢 平常啊 就感觉战战兢兢 如铝薄冰似的 就胆小 特别容易受惊吓 绝对看不了恐怖片 惊悚片 甚至晚上睡觉 还得开着灯睡 我看到有一个现象啊 凡是近期要高升的人 或者说有升纤之相的人 升值之相的人啊 他呢会在更宫和正宫 这两个位置出现紫色 如果这两个位置出现紫色 就说明他最近呢 人际关系非常之好 有高升之相 那更宫在哪呢 就在正宫的下面 如果这两个位置都同时发紫 真的是好事啊 我还见过这两个位置 就是紫的不能在紫了 所谓紫啊 你别真以为是紫钥匙那种色啊 不是 是明显的突出那么一点点紫量 那又紫又偏量 那就是属于 他最近真的有好运了 这两个位置是紫钥匙那种色 是紫钥匙那种色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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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紫钥匙的